0.9一单元,刚刚持续一下 前面是用百分比,那百分比的话就是从0,0.1,0.2 类似的观念,然后0.1,0.2,然后0.99,10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百分比变成是十分 十分就是我们分成十组 分成十组的方法是怎么办? 就是把百分比乘以十,然后无条件舍去 那我们就先写一下它的栏位名称 第一个叫做EPS,就是营业收入分十组 对不起,第一个是EPS,分十组 第二个就是营业收入分十组 这边重新刚刚处理一下,因为它没有自动 然后在这边就打一下EPS分十组 然后这边在右边的话就是营业收入分十组 那这怎么做呢?就是说把它乘以十,然后无条件舍去 就是画面上写的,就是我们先试试看 就是把旁边有没有用滑鼠点 我们这边也没有就是 都是要同学其实都要同学现场做 我现场丁正,像这个都要用滑鼠点 下那个第二个有弄错了,没关系 我等一下丁正,然后那个R,这个Q有没有 那个Q栏就是O栏,O那一个栏,乘以诗 乘以诗,然后呢,乘了之后 然后用无条件舍去,用Round,Round Round就是要舍去小树的意思 舍去后面几位的意思,Round 所以像我们这边就是乘以诗 我们就给它打一下,前面打 你的Excel命令只要你打对 它就会提示,像这个我上面打了Round Down,然后左括号 然后跟他讲说我只要取0位,就是不要小树 然后往下填满,填满 那我们要把这个树值改过 不是百分比,而是树值 然后不要有小树,0位 然后按确定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10 10因为原来是1,乘上10,然后就变10 像第二个就是9 然后跟他讲说我是树值 不要有小树位数 旁边那个也是一样 这个100,怎么会100 弄错了,我们把它树位改一下 因为这个弄错了 应该那个什么东西 不是EPS10分位主 把它那个反白重新选 用滑鼠点,是营业收入百分比 然后填满空格就是右下角 滑鼠后给他点,点两下 然后他就往下填满 就是复制的意思 好,那我们现在分组的话就是从0开始 0,1,2,3,4,5,6,7,8,9 有10组 可是最高的那一个是10 那我们就把10变成是9 就是10有没有 不然的话 0到10总共11组 我们不要,我们就要10组 10组的话 所以说最高的那一个有没有 也归成第9组 就是0,1,2,3,4,5,6,7,8,9 我们把最高的10 也给它改成9 所以呢,因为虽然说我们可以用手动去改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因为你用手动去改的话 因为万一资料有几万笔的话 你要去找那个10 不好找 所以干脆就是用一个命令 反正现在电脑有没有 执行很快 那我们就是用条件命令 条件就是有一辅 一辅 函数它就是一辅 然后一辅 就是我是同学 当然最好是自己去直接按那个 有没有 那个函数那一栏 就是我上面已经写了一辅 然后括号 条件 然后成立的时候要执行什么 不成立的时候要执行什么 就是一辅后面有三项 要写三项 好,那我们就来写一下 在那个这个储存格上面写 我们就写等于一辅 我们现在就是如果说你写的话 就是这样的 按看那个函数的说明引数 有没有 他有写说那个成立就是一辅 然后就条件是 如果说是true 就是成立的话要执行第二个 那如果那不成立的话 就是执行第三个 那我们现在就是试验一下 如果刘 这个字串要加瓜 如果刘等于 那个我好像写什么帅 如果刘等于帅 那你就要执行说 刘润昌是大帅哥 刘有没有等于帅 那如果没有成立的话 那就是刘润昌不是大帅哥 比如说这样我们就确定 然后我们就执行一下 结果刘当然不等于帅 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 所以执行的结果就是后面 执行后面刘润昌不是大帅哥 我们现在如果条件改成刘是不是等于刘 是那就执行刘润昌是大帅哥 这一个结果 那现在不然如果说是数学的话 那我们就简定一些 譬如说 1是不是等于1.0 是那就执行游润昌是大帅哥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 就是这边就加上等于前面 原来是Round the Down 现在改成一步 然后刮号 刮号的话 然后那就是百分比 因为刮鼠点 点一下它是不是等于1 如果等于1的话 我们就逗号9 就执行是9 就是不要做运算的 直接是9 好那给它往下填满 你看原来的10有没有就变成9了 那这边一样就是1伏 1伏 然后刮号 刮鼠点一下 那个营业收入百分比 是不是等于1 如果它等于1的话 我们就执行的结果是9 如果不是等于1的话 那我们就是把它乘上10 然后再无条件舍去 所以 那个 这两个都不已没了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枢纽分析 那就枢纽分析再插入 然后那个枢纽分析表 还好啦 我的没有挡到 那也就是 列那边放什么 营业收入 分十组 然后那 蓝那边就是 EPS 分十组 然后值的话 我们用公司名称好了 公司名称它算的话 就算有几个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最左上角 你有没有看到24 24的意思 就是那个 就是 营业收入最低 营业收入最 最差 EPS 也最差 总共 有24家公司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改 改一下左边 那个列 列的名称改成 那个 原来是那个 列标签嘛 现在改成是营业收入 分十组 然后蓝标签的话呢 就给它改成 那个 EPS 分十组 EPS 分十组 这十组就是从0开始 0 0 1 2 3 4 5 6 7 8 9 总共十组 好啦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有没有 呈现正相关 正相关的意思 就是说 营业收入越高 EPS 通常也越高 EPS 就earning per share 你们有在修会计 一定要知道 earning per share 就是美股盈余 美股盈余 你看一下那个 譬如画面右下角 不是看到23比吗 23 那23就是说 营业收入最高 分成就是最高那一组 而且呢 它的EPS 最高那一组 当然有23家公司 当然这23家 大家都猜得到是哪些 比如说台积电 联发 台积电 那个大力光 联发科 华硕 好了 那这个 我们就做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回到那个 刚刚的那个工作表去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是那个枢纽分析嘛 回到工作表 刚刚我们来查一下营业收入 因为画面上你看到的是EPS排序 最高的是大力光 第二个是尾硕 第三个是翔硕 第四个滑硕 那我们现在要用这几个函数 因为我们不想重新排序了 那我们直接就是去找 然后函数我们看到画面上有LARGE LARGE match 然后我们就把它123这个排序 LARGE的意思就是排号 就是你LARGE你打一下 就LARGE 然后呢 范围 范围 然后呢 逗点 你要找第几名 这逗点 那我要找1 那直接就滑鼠 点一下是B917 结果那个台湾去年有没有 那个营业收入最高的就这么多 就是那个535802 3095 这么高 那你因为要这个应该要加上逗号才容易阅读 然后我们就找一下MATCH 就是说MATCH就是把它找出来 我是写错改一下 MATCH就是说这个 那个就是最高的那一个数字 是排是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用MATCH MATCH这个字 那这个我写错了 应该要那个先输入你要找的东西 所以应该滑鼠在这边点一下 点这一个 然后那逗号 然后把在选范围 范围就是前后这样点一下 点一下之下 911 画面出现911 911当然是错了 因为我们函数 应该要跟他讲说我要做精确搜寻 精确搜寻的话 就是要再加上一个boss 把这个改一下 就是再加一个那个引数 把引数打加上逗点 斗点然后要完全符合 0完全符合是0 也是boss 应该打boss也可以 来看看画面上出现 就是11210619 所以就是这个表格 那个 那个范围的第112个 还有106个还有106个还有第19个 还有又第4的话呢 他是在第129 那我们就把干嘛 第112个 是像第一个是叫大力光 第二个是叫尾缩 第三个叫翔缩 我们就把12找出来 找出来的这个指令叫做index 就打一下那个index index index 然后你的范围 范围就是画面上看到 有没有把它点开来 就是那个从b4一直绕到b913 上面就全部都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营业收入第五高的公司 这个过程也是一样 我们就给他这样子滑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上资料库就顺便介绍一下 看到了这几个那个函数 函数就是那个large large就是排第几个 然后match就是说把那个数字 match就是吻合把它找出来 画面上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们一样要把你做出来的结果 全部贴到部落格去 让大家看到你的结果 当我的话 我是要给你们评阅成绩 现在回到部落格 我们把刚刚两个结果贴上了 我们不贴图 贴文字好了 这个标题改掉一下 就是那个第一个就是h1 有没有就是在那个撰写 我们等一下要再撰写模式 贴出excel的那个结果 然后再分成两个h2靠北吵死了 因为现在是礼拜三下 现在的敲钟应该是五点 现在应该是五点整 手机没大 不要理他 我们继续做 然后我们写上两个h2 然后你要贴东西 你这是在撰写模式 不是撰写模式 html模式 那等一下再撰写模式贴好了 那就是这边就是一个a一个b 当然同学 就拜托你们 你们这边真的要自己去尝试 知识不是靠老师跟你讲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什么都要等老师讲 你永远就落后 老师其实算什么 就告诉你们说有这些前面有这些东西 以后都要靠你们自己去发挥 好了 像这个最最营业收入最大的几家公司 我这边有六家嘛 那你就是去excel给他复制 复制就是按那个按右键 然后那个复制复制之后 就给他贴到部落格 在撰写模式之下贴上去 贴上去 那贴就是如果说直接贴的话 这以后再讲 可是直接贴实际上改一下EPS 直接贴它会变成图片 就不是我们要的 那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先就这样一个画面上看到的图片 那我们干脆就是 有没有直接贴就是 那个选择性贴上选那个存文字 就是这样的存文字 它也不是表格 我们以后再来把它那个改成表格 就是说以后再来把它改成表格 那就是因为 然后这边是在撰写模式贴 在撰写模式贴 如果说你是在HDML模式的话 它会全部挤在一起 这些东西坦白说真的都是要同学自己去多做 那你的知识跟技能就这样累积下来 那接下来把那个枢纽分析表的结果 也给它贴上去 我们就是从那个这个A3 然后那按右键 就是先给它置中 置中之后 然后那我们给它按那个复制 复制 复制的话呢 然后去部落格 那贴在这边 直接按右键 然后选择性贴上 以存文字贴上 这给它删掉 要存文字 再贴一次 按右键 然后就是这样 哈喃这个结果就是 这个就做完了 然后把它更新 更新之后 然后发布 就是看到这个 那同学你们有时间 一定要把它做整理整理 整理到很容易阅读 让大家 就是说看你写的网制 网制又叫做部落格 看你写的网制 然后他就学习到知识 以上是 好像应该91单元吧